阿菇,相不相信? 真的不可相信 我們昨天當我在車上,四、五點鐘的時候 當我聽到這個心機說 一號風球,整個心都離開 怎麼辦怎麼辦 那就很害怕 但終於我們相信原來 Build it and they will come 多謝各位 給點照片給自己 多謝你們 今天我們開場的時候 我們捉住了同志的兩對父母 跟我們做這個序幕 在這個時候 我們想請另外一些父母親上來 他們是異性戀的父母親 但是帶家人一起來撐場 我們有蘇美智和他們的家人 這邊 還有黃瑞雄大律師和她的家人Linda Hello 多謝你們 多謝 首先真的 哇 父老葵又這樣 真的帶家人 是的 OK 不如跟我們說一下 譬如說美智 為何今天會出現在這個場合 就要帶家人來 因為想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我們都是平等外人 以及大家都是好朋友 另外我想分享一個小故事 因為早前我看很多正反性傾向的資訊 我跟兒子問 媽媽有些同志朋友在家裡也出現 他們也很甜蜜 有些在外國結婚 你會不會有一天變成同志 你會不會有一天變成同志 不可以說 但我想我們與其用很多力量去避免小朋友成為同性戀者 我覺得這個時候更加的重點是怎樣去教育他們 可以有一個開放的心靈去認識不同的人 去關心不同的人 我們也要再一次給一點掌聲 蘇美智 在之前有這麼多風風雨雨 關於小童群議會的時候 仗義則筆的就是蘇美智 Thank you 當然還有Linda Wong 作為大律師 作為家長 最近有這麼多個家長 她這麼擔心 你說得多機就會變機 你作為家長 你都作為一個 即是Law 立法 又是大律師的工作者 你有什麼說話 跟這些這麼擔心的家長說 今天是父親 她好像有話想說 我交給… 交給父親說 我交給父親說 因為… 交給父親說 OK 其實是這樣 我們兩個讀書的時候 都已經很支持平權運動 是 包括同志運動 當然 但是近幾年 就被人挑機挑得很厲害 是 有一個小朋友之後 不斷聽到就是說 喂 你想不想你的兒子 你變成女人型 這樣 你想不想抱孫 等等 諸如此類 就是很多很古靈精怪的 挑機的說話 這樣 也都逼到自己去想 你想自己的小朋友將來是怎樣呢 是怎樣呢 這樣 很坦白說 我就很擔心 如果她是一個同志 我是很擔心 不是因為我孔童 而是因為 我擔心她是一個 充滿台積的社會裡面的成長 我擔心她是一個 充滿歧視的社會環境裡面的成長 也都擔心她是一個 充滿俠藝思想的 社會環境裡面的成長 所以 你問我們為什麼來到這裡 其實就是要支持大家 支持大家 支持大家 讓大家也都繼續支持下去 讓小朋友 將來長大的時候 可以在一個 懂得尊重人的空間 懂得尊重自由的空間裡面去成長 不論她是 直號幾號 都可以 相信她的心意去成長 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多謝你們 令我們更加相信 組成一個 真是幸福家庭 不一定只是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而是愛 Love makes the family Thank you 多謝各位